你知道关于青城山故事的来历吗? 传说中飞升的张天师又是什么样的呢? 青城山在四川贯现了新南部 因为青山环绕,形状像城郭一样 所以由此称为 道教又称为即为第五洞天 山方圆120多公里 群风环抱,树木繁荣 所以拥有青城天下幽的美城 那么在东汉时期 张道陵,也就是第一代张天师 曾经在此创五斗女教 也就是所谓的天师道 这里最成为道教徒心中膜拜的圣地 民间传说山上有不少张道陵 当年传道降魔的遗迹和其他的古迹 那么在东汉顺帝永和年间的时候 浦国封城人张道陵 在青城山附近的胡明山 睫毛修道 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的典籍 并吸收巴蜀地区的原始宗教 创立了五斗米教 后至青城山传道降魔 那么在传说中 太上老君曾经对张道陵说 蜀中最近出现了六大鬼神八部鬼帅 你替我制服他们 让他们昼夜各分 人鬼有别 然后授予张道陵正义蒙威秘露 三清重经930卷 以及剑印官吕 张陵便带着蒙威秘露来到了青城山 立凌番护神兵 以朱比华山成为深宫使得六魔八帅不能自已 张陵又命令五方鬼神在青城山集结 要他们安分守己 人属阳明鬼行幽暗 再把六大鬼王归于北风 八部鬼帅篡于西域 所以山上现有天师洞 相传是当年张道陵讲经传道的地方 那么在天师洞的左侧有三岛石 相传原为一道巨石 张道陵降魔除妖的时候 贤骑巨石祖道 便拔出太上老君所赠的神剑 一剑挥之将巨石一分为二 天师洞后面又有一条升二十多丈 宽六丈左右的裂槽 又被称作为制笔槽 那么相传是当年张道陵 为祖旨六摩八帅 用诸笔画山而留下的笔记 那么到了后来 张陵到了青城山以后 道教的信徒日渐增多 又经其儿子张恒 其孙子汉中王张汝大力的推行 那么青城山最近也变成了道教的圣地 道宫道观最多的时候有七十多座 青城山在古籍记载中 都是神山和仙人修道的地方 那么在古小说《沟审》 即《玄宗记》中记载 蜀军有青城山 有洞穴潜行 分道为三 道各通一处 西北通昆仑 那么在传说中 除了张道陵张天师的事迹 还有很多修行者的事迹 比如说古时山里 有一位叫做宁峰的修行者 他精通隐身之术 可以穿过烈火 随烟上下而不损肌肤 那么当年皇帝战持忧的时候 也前来拜访 宁峰向皇帝受《龙旗经》和《御妃云术》 到了现在山上尚存传说中 皇帝访宁峰的时候经过的访宁桥 问道的问道亭和寿道的宣皇台等各个地方 那么这个传说带有浓厚的道教宗教色彩 并且还有一个传说 是说当年的蜀王杜宇也被称为旺帝 善让地位于治水有宫的贤相 鳖林后来到了青城山也隐居 后来作画于山中 化为了杜鹃 唐瑞宗礼日的女儿玉真公主 与金仙公主也曾在青城山金华宫修道隐居 传说二十多年后羽化成新 传说中青城山也是很多剑修爱好者的圣地 同时也有很多影视著作中飞天遁地的仙剑传说 是修行之人必去的大好地方